主席我們請部長 請部長就被尋台 林委員好 部長早安 今天要審查的法案 其實我們沒有太大的問題 有些細節等下審查的時候 我們再討論一下 那我想我就針對剛才 其實羅委員有問到的部分 我再進一步想跟部長討論 就是其實上個禮拜 這個中國遼寧艦 在內的這個六艘軍艦 在從台灣東面的海面 通過的時候 第一時間是日本的防衛省來去公布的 然後我們國防部其實是被動發新聞稿的回應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 國防部對這件事情的判斷是什麼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不是自己主動 第一時間來公布 然後而是用這樣的方式 報委員實際上國防部 透過聯合清真針對 遼寧號的掌握 從山東出來 出港我們源頭就開始掌握了 那日本公布 主要是通過公布水運 那個是日本方面的一個 責任區域 它的ADIZ 所以我們都在監控 那日本公布完之後 它進入了我們台灣周邊海域 東部的外海 那我們在這個當中 我們是通常以往這種軍事的活動 我們不宜過早去發布消息 所以一定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我們會對外來做公布 然後把這個區域的安全威脅影響到最小 沒有威脅的時候我們會公布 因為我之所以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主要就是想知道說我們國防部 現在接著對於中國 對台灣的這種武力 我們都有掌握 一定有掌握 但是我們現在處理的方式是說 主動積極的去公布 讓國人一起有提高警戒呢 還是說要用被動的方式 不是 剛才委員報告 主動跟被動完全要取決於 對方的軍事行動 有沒有一些風險或者是安全的危害 國防部必須要以負責的態度來掌控 所以這個新聞對外界的發布 我們主要的考量在這裡 因為我還是希望比較主動 因為其實國內還是有一些人 他是用比較消極 或是說他其實鬆懈 這個這個用很鬆懈的方式 在看待中國現在對台灣的 這個提升的這個武力啦 所以我是認為應該要積極一點 那隨時讓國人應該要知道 那其實在這個遼寧艦在繞台的時候 同一個時間中國的軍機 也出現在台灣西南的方向 這個也是 今年是要第六度了啦 應該是第六度了 那所以之前其實有其他委員 就是我剛剛在講 就是說我認為是過於鬆懈 他認為中國軍機繞台是無害通過 那我有看到國防部 當然也有公開說過啦 那我想在這一個場合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解釋一下 在國際法上面 什麼是無害通過 委員講了10號當天早上 在我們的西南海域 那個地方的確它是一個公海 是一個國際的一個 一個無害通過的一個海域 但是我們都有在掌握 他在那邊做訓練我們都有掌握 我之所以在這邊要再繼續來討論這個題目 就是我從剛剛前面講說我覺得 我們要積極的讓國人提高警戒以外 另外就是像剛剛我講的這種言論 我們也必須讓國人知道說 其實是沒有這個 在國際海洋公約上面 這個當然公海啦 還有在各國的領海裡面 尤其各國領海裡面 如果是和平安全符合秩序的狀況之下 通過領海 那這個叫做無害通過 但這裡指的是船 飛機的話 這些中國軍機針對台灣怎麼飛 其實在國際法上面 並沒有無害通過這種定義 所以船跟飛機是不一樣的 在法律的位階上面 用語上面也沒有無害 飛機沒有無害通過這個定義 那更何況說中國軍機 屢次通過我們的這個防空識別區 那再加上我相信中國對台灣的態度 也不符合和平安全符合秩序的這種要件 所以我只知道在這邊就是說 國防部除了我認為啦 應該要更積極的讓國人知道 那這個反應的速度 我認為應該不要再用被動的方式反應 另外我覺得包括這些定義 也讓國人慢慢知道說 其實中國飛機針對台灣 並沒有無害通過 在國際法律上面的位階 也沒有無害通過的這種概念嘛 所以我希望就這一個部分 希望國防部是可以更積極的來處理啦 無害通過承認委員說通常是海軍 海洋法 那其實委員剛剛提到的10號 那個是在我們ADI人 那個是算ADI人裡面 所以我們空軍都有做應處 那另外其實講到這個領海的部分 我還是要進一步 因為我們現在最擔心的當然不是這個本島而已啦 我想主要還是離島的部分的一些問題啦 那台灣本島 澎湖 東沙島這些 我們現在都畫有領海基線 那我想部長也知道 我們針對金門馬祖 其實並沒有畫領海基線 我們畫的主要是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 那如果中國軍艦在這個金馬附近來來去去 我們在國際上面 部長你認為我們可以怎麼主張我們的權利 當然我們 我當然不是要國防部畫領海的極限 因為這個其實也是內政部的這個工作啦 但是畢竟我們在那邊現在沒有畫領海 那如同我剛剛講 國際法上面有針對領海上面可以主張的權利 那如果說中國軍艦接著處理的是那一塊海域 而我們只有公布禁止水域跟這個限制水域 我們可以怎麼主張 我想這個是雙方的一個默契 當然我們不希望就成如海峽中線一樣 我們不希望能夠打破這個默契 能夠改變現狀 這是我們不樂見的 那當然如果 剛剛委員提到這些狀況的發生 我們都有一些應處戰備的一個 相關行動整據的一個規範 我想到時候如果有發生進一步的一些衝突 這也是我們最不希望的啦 最不希望發生這種衝突 但是這個衝突後面會不會引發什麼樣 在國際上面的這個法律戰 以及我們怎麼捍衛我們這些立場 我想這個國防部應該也要這個 做進一步的這個演你啦 來思考 因為我想我們也不是希望說真的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國際上面我們該主張的這個權利 我們就應該要主張啦 謝謝委員指導 謝謝部長 謝謝 好謝謝林長佐林委員 接下來請趙天林趙委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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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